喬喬 Hello 大家好 終於又來到第三集的About Love 這一集還是要感謝生力清 不然我們就不會有這麼多的酒在喝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乾杯 對 開心嘛 很重要 其實餐廳都可以點這款酒 對 現在開始越來越多地方有 那要怎樣叫 點笑意 麻煩要的一瓶 星歷青 沒錯 什麼 星歷青 哦 星歷青 對 為什麼我會請Alphus和Johnny來 因為其實一個就是我MV的男主角 但是其實我和Johnny就沒有什麼 其實我認識他就是因為 他和我妹妹很朋友 然後再加上他挺帥 要給澳門的女士吸吸精 就一定要介紹兩位不同類型的男士 他們都有一些在感情上不好的地方 其實Alphus你就是 在感情上其實是不是很喜歡批評 就是很多東西說 很多意見要另一半去接受 嗯 其實又不是 我覺得 因為本身 我本身是聽他的意見多的 喜歡嗎 我不喜歡我一個命令下來 就好像真的命令一樣 你一定要照行 我會大家先溝通 但是其實 我的 就是我現在的另一半 他也有時候 其實你 心裡面都有想法的 你幹嘛要問我 Johnny你感情上面呢 有五大 即是 不是很好的地方 就是 獨行獨斷 先斬後奏 控制肉強 吊兒郎當 沒有打算 哈哈哈哈 你記不記得這樣 我中立龜立龜立 有個性 簡直浪子 好的地方就是 你遇到好的對象 或者你喜歡的話 你是主動出擊的那些 對呀 簡直是窄馬沖 而Alphys 在哪方面 最吸引女士呢 就是 哄女生很厲害 哄女生很厲害 對呀 白聲好聽 哄女生就很厲害 多謝recap 853 幫我們做了 2016年的問卷調查 有一個調查就是 女士最喜歡男士 穿什麼服飾 第一個就是西藏 第二個就是運動 第三樣就是休閒簡泊 第四樣就是非主流 第五樣就是潮流打扮 你們會覺得 哪一樣是最吸引女士的 我自己覺得一定是西藏 我看到他們就不知道 其實呢 第一位的是休閒朴素 對呀 他們喜歡一些男士 是比較簡泊的 其實呢 第二才是西藏 第三名就是潮流打扮 即是YOYO名 那些來的 第四名就是運動 運動 運動裝 然後 第五名就是非主流 到第三個單元 第三個是什麼呢 就是快問快答 你們相信一見鍾情 就是日久生情的 一見鍾情 愛情友情親情 哪一樣是最重要的 傳播重要 哪一樣 就是 親情 OK Johnny 你呢 我覺得都是親情 對呀 有沒有一腳踏兩船 沒有 嘩 哪一條船 他不踏 沒有 分手再一陣子之後 如果對方要求符合 你們會不會願意 我覺得 在我自己的角度 是 底線 即是 無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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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問題 如果是解決了 那就沒有問題 那好像 正如Alvers所說 如果有底線 我也有個底線 如果真的 如果我伴侶 我的partner 如果碰到我的底線 我只會把底線再放下 你最欣賞澳門哪一位女藝人 一定是卡古 覺得卡古是一個怎樣的女生 可以啦 舒服啦 好舒服 好舒服 多謝兩位嘉賓啦 即是我第一次自己做節目 但是他們 即是我一打給他們 跟他們說 叫他們過來 幫我 他們完全沒有問題 我真的非常感激 當然沒有問題啦 上卡古節目 是我畢生的節目 哈哈 我失望 Yeah 喝吧 Yeah